第八篇摩篇 隐茂淘情 而人不知 故能成其视而无患 摩之在此 扶之在彼 从而应知 是无不可 揣摩 就是揣情的具体办法 内服 就是揣摩的对象 揣情需要掌握揣摩的规律 揣摩的规律 就是必须保密隐藏 轻轻的旁敲侧击来 顺从别人的欲望 以探测别人的真实想法 如果与其内情符合 而它就会有所反应 内心的感情会表现于外 就必然会做出一些行动 这就是摩意的作用 在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 就要在适当的时候 就要在适当的时候离开对方 把动机隐藏起来 而消除痕迹 伪装外表 而逃避实情 使别人无法知道 是谁办成了这件事 因此达到了目的 又办成了事 却不留后患 在这里进行揣摩 使对方发生内伏 两相呼应 那就没有什么事 是不可以成功的了 古之善摩者 如操钩而临深渊 而而投之 必得于焉 故曰 主是日成 而人不知 主兵日盛 而人不畏也 古代善于揣摩的人 就像拿住钓钩 到水潭边去钓鱼一样 只要把带住耳石的钩 投入水中 就可以钓到鱼 所以说 主办的事情日渐成功 而别人却没有察觉 主持的军队日益战胜敌军 而敌人却莫有感到恐惧 圣人谋之于阴 故曰神 成之于阳 故曰明 圣人的计谋 都是在暗中进行使众人不知 所以被称为神 事情成功之后 众人得知 所以被称为明 所谓主是日成者 积得也 而民安之 不知其所以力 积善也 而民道之 不知其所以然 而天下 彼之神明也 所谓主是日成的人 就是暗中积累德性 而百姓 安居乐业 却不知道 为什么会享受到这些利益 这就是暗中积累善行 而百姓生活在善政之中 却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 而天下的百姓 都把这样的结果 称为神明 主兵日圣者 常战于不争不费 而民不知所以福 不知所以位 而天下 彼之神明 所谓主兵日圣的人 常常战争 常常战胜敌人 却不是争承夺地 又不消耗人力物力 而敌国百姓 不知道为何帮国臣服 不知道什么是畏惧 而天下的百姓 都把这样的结果称为神明 其摩者 有以平 有以正 有以喜 有以怒 有以明 有以行 有以怜 有以信 有以利 有以悲 平者 敬也 正者 直也 喜者 悦也 怒者 动也 明者 发也 行者 成也 连者 结也 信者 欺也 立者 求也 悲者 禅也 故圣人 所独用者 众人皆有之 然无成功者 其用之非也 在诗诗揣摩时 有人用和平语言 有人用义正词言 有人用欢喜讨好 有人用愤怒激励 有人用名声 有人用行为 有人用廉洁感化 有人用信誉说服 有人用利益诱惑 有人用谦卑夺取 和平 就是安静 正义 就是刚直 娱乐 就是喜悦 愤怒 就是激动 名声 就是声誉 行为 就是实施 连结 就是清明 利益 就是需求 谦卑 就是委屈 圣人 所独用的揣摩之术 平常人 也都拥有 然而 莫有人 能够运用成功 那是因为 他们都用错了方法 顾谋 莫难于周密 说莫难于西听 是莫难于必成 此三者 然后能知 所以 谋划策略 最困难的 就是周全细密 进行游说 最困难的 就是让对方 全部听从自己的说法 主办事情 最困难的 就是一定要成功 懂得这三个道理的 仍然厚 才可胜任 顾谋 必遇周密 必则其所与通者说也 顾曰 或结 而无戏也 所以 谋划策略 必须周全细密 游说 首先要选择 与自己可以相通的人 进行游说 所以说 或许要找个勾结起来 莫有间隙的人去说福 夫事成 必合于数 顾曰 道数与时相偶者也 要想把事情做成功 必然要跟揣摩之数相合 所以说 道理 全数 天时三者和异才 和把事情做成功 说者听 必合于情 顾曰 情合者听 进行游说的人 要让对方听信 必须使自己的 说辞 合于情理 所以说 合情理 才有人听 顾物归类 抱心驱火 造者先燃 平地注水 失者先如 此物类相应于事 辟游事也 此言内服之应 外磨也如事 顾曰 磨之以其类 焉有不相应者 乃磨之以其欲 焉有不听者 顾曰 独行之道 夫基者不晚 成而不拘 久而化成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都有各自的属性 如同抱住柴草 走向烈火 前灶的柴草 就先着火燃烧 往平地倒水 滴的地方 就先潮湿 这就是物类 互相呼应的道理 经此类推 其他的事物 也是这样 这说明了内服的反应 外磨的道理 也是如此 所以说 按照事物的不同属性 来实施揣摩之术 哪有不回应的呢 根据被游说者的喜好 来实施揣摩之术 哪有不听从的呢 所以说 这就是成功的道理 因此 现机行事并不晚 成事不必居于行事 运用自如就能成功